现在的新车 尺码是越做越大了 但是不光光只是车身尺码 要放大而已 气场当然也要跟着变强 在这个大休旅的时代 有一些消费者 还是偏好大气非凡的房车 你不是后座买家 但是你却偏好这种 豪华旗舰的这种房车的气势吗 那么你想要的车 可能就在我们今晚 梦想街的棚内 我们首先带大家来看看 在我身旁的这一款 全新大改款 进入了第八代的 G60世代的BMW5系列 德哥这款车真的好帅 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BMW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那时候看国道警察 开的是BMW 然后黑道大哥 开的也是BMW 等于所有对性能有需求的 他一定会选BMW 为什么 因为他运动性好 那现在的5系列 虽然已经进化到了第八代 可是某方面来讲 他等于已经取代 过去7系列短轴的设定了 对 而且他的样貌 就是完全进入次世代 因为他等于这一次的平台 他除了有内燃机引擎以外 你还可以选择i5 就是电动车的版本 那在造型上 我们今天来的这一台是520 他另外选择了光调的这个四框 我这看起来特别漂亮 因为他一般来讲 他要开大灯 他才会亮 那我现在解锁的时候 他也会顺便亮起 你知道吗 四光的水箱护照 对 四光的水箱护照 他这一次的设计 他把他的水箱护照往外拉宽 所以在气势上 他会比过去看起来要来的更霸气 那再配上新的这个LED的头灯 所以整个这个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杀气 而且你看到这边 他的大灯的外侧 他是略为往上上扬 我觉得反而有一点点像过去一六十致敬的那个感觉 对 就是那个传承的风格 眼神炯炯有神 而且你看他虽然不是雷射头灯 可是在这个油车上面520号 他是不是有那个蓝色的元素在里面 对 就是会让你觉得咖啥雷射头灯才会有这个蓝光 那这一次也有 而且他虽然是520 你可能感觉他像是比较相对入门的5系列 可是在气势上 他会让你觉得有一种霸气 为什么 因为他全部都是用M-Sport的空力 所以这个看起来 你会觉得看起来还是很运动型 是 钱包感也就是M-Sport嘛 对不对 整个空力套件都是 对 那要麻烦冠仪帮我看一下引擎感 好的 没问题 你知道吗 520其实他一直有一个魅力 就是虽然他是用四缸的涡轮引擎 可是对我来讲 我最喜欢就是重置的B&W 重置的平台就是他引擎是用重置的配置 然后踩后轮驱动 为什么 因为他有最好的配重 50比50 我们车子在移动的时候 不管你在加速的时候 他重心会往后摆 那你在刹车的时候重心会往前移 对 往前 如果你的引擎前轴荷重太重 然后再加上车体的惯性往前移 你在过弯的时候会不灵活 因为会推头 但是B&W在配置上 他虽然超过5米 可是在这些细节 他还是很讲究 你看到他的引擎 一样是放在前轴的后方 有点前中置对不对 对 前中置 而且四缸涡轮引擎 他动力还是做得很漂亮 光引擎的本体 他就有191匹的动力 然后扭力有31.6公斤米 然后整台车 你看这台这么大台 他0到100轻吹 他一样可以就是8.1秒 完成0到100加速 所以你如果在性能需求上 他还是可以满足多数人的要求 那我们接着来看他的侧面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首度导入是520i的M Sport 那接下来有可能 就是大家可以有选择 比如高性能版本的530 甚至于像是520i的Turing 也会相继的跟大家见面 那后面还会有M Performance 还有包括新世代的M5 其实我之前去试车 我问了很多原厂相关的机密 就是后面几年的布局 什么是什么 好比说我们直接就讲M5 之前就是去年BMW推出一款 就是XM 那我们到今年才试驾到 那这个XM可以说是用他的最新科技 他的赛车 他有一款赛车叫做V8 Hybrid 叫做就是M的V8 Hybrid 那那一台赛车 他明年会跑力慢 那今年先参战了这个IMSA 那台赛车用的就是八缸Hybrid的引擎 那他用那个技术放在他纪念M 以AM比海50周年的这个科技上 所以他推出了XM 基本上新一代的M5 就会用这个科技 哇 好香喔 对 而且在这种进入电动车时代 你想要一些那个燃油的美丽的话 我觉得真的要好好把握 那你会发现呢 在侧身的侧面线条 它虽然超过了5米 可是你知道这台车的风阻值很低 它算是BMW在空气力学这件事呢 它设计的很棒 很用心 因为为什么呢 它就是你的空气力学做得更好呢 它有几个优点 第一个它会让你觉得竞速性比较好 那再来就是会省油 对 而且你就是 风切声音也会比较小 对 风切声小 然后竞速性好 然后又可以有省油的效果 所以等于某方面来说 它等于有相当多的优点 对 那在这个胎圈的配置上 因为要对应现在加大的尺码 它等于至少都是19寸的胎圈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换上17或18 那个气势不足以撑起这台车的霸气 起码19寸起跳 对 起码19寸起跳 那因为我刚才有提到 现在都是M Sport的这个空力套件 所以它在前叶子版 犯了一个M&M背景的背景 说真的有时候开车是这样 就是你多了一些小装点 你的心情会不一样 它会转换 你会感受到这台车 它提升的运动性 而且现在新车的这个线条 它这种双腰线 它等于某方面 它的侧面的这个腰线 它都把它做得像肩线 它可以让车体看起来 有一点点外拱 所以那个立体的风格 会变得更鲜明 那我们一直走到 这个后门这边 对 然后你看 像它的把手也是那种平面 对 平面的 因为这等于是从7系列开始 对 然后到现在这里 那其实B&W从E34 就是早期的B&W房车 你会发现它的后门 一定都会多一个勾角 那这是设计师刻意设计 因为它要从侧面 就让你辨识出 这是B&W的房车 它叫HOMISTER KINK 那这一代一样也有 它用无窗框的设计 这一块好漂亮喔 德哥你没讲我还真的没注意 你一般通常都是会有 就是有一个窗框 对 但它这边是无窗框 对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把它盖上 这边写一个5 5 它就是要让你有一个 很鲜明的辨识度 尤其你看走到后面 这个修长的身影 加上这个尾灯 它的尾灯 因为像包括XM也好 IX也好 这些新世代的B&W 它在尾灯的设计上 都变得更简约 更简约以后 但是它要同时提高它的辨识度 所以你等于延长到侧面这一段 就是你夜晚行车的时候 你要通过十字路口 它的辨识度会变得更好 但侧面的车也看得到你 对 而且还是属于比较3D的 然后更扁长一些 对 那包括后保杆 要对应M Sport的那一种 就是飘汗的运动性 所以它剪裁变得很立体 对啊 天啊 而且它的Diffuse看起来 真的就是很有性能味的感觉 整个就是一台性能房车的味道 尤其它的后行李箱虽然下修 但是在尾段这边呢 它又微微的勾起 就是一个小压尾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在造型设计上呢 B&W的设计是还是很有一套 对 那因为房车它这样讲求的 就是它的实用性 所以像这一台车 它虽然变得更流线 然后车体拉长 它行李箱的容积 也有520公升 所以在实用性上 譬如说你要打球啦 或者是你要全家出游啦 这些摆设行李呢 就会变得 它的空间机能变得相对的丰富 没错 其实比起休旅车来说的话 房车它的优势就在于比较深 对 对吧 所以你放那个高尔夫球组 你就直接给它弄进去就可以了 是吧 好 谢谢德哥 带我们看到 全新大改款的 这个五系列的外观